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由他而造成的 没有他就没有什么能够存在 凡被造的 在圣言内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不能胜过这光 有一个人 名叫约翰 是天主派遣来的 他来作见证 吸那光作见证 使众人借着他而信 他不是那光 已是来为那光作见证 那光正在进入世界 这是普照众人的真光 他已经在世界上 世界是由他而造成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 但是 凡接受他的 他似他们权能 成为天主的疑虑 因为他们信他的命 他们不是由人的血统 或欲生的欲望 或随人的意愿而生的 他们是由天主所生的 圣言圣了血肉 他居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见到了他的光维 父的独生子的光维 充满恩宠和真理 若汉为他作见证 高呼说 这一位就是我说过的 他在我以后来到 但他是在我以前的 因为在我之前 他就已存在 从他的圆满之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宠 而且恩宠尚加恩宠 法律是借梅失次级的 但恩宠和真理 却由耶稣基督而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天主 将他彰显出来了